大家好,我是班达士,混书的粉丝,大伙的观众,把千九的约瑟夫上来直接拍照 看一下这边的话,哭泣小丑一个 这边看见了 怎么说呢,现在区域选择之后呢,约瑟夫就得根据 当时选择的一个区域来进行新的一个路线规划 虽然说之前很多约瑟夫就是感觉打起来不是很适应 但是目前看下来的话,打着打着,大家好像也慢慢已经找到了自己对应的一个应对方法 这边的话应该是打一个双挂的 看见了古董伤,好的,找到 这个双挂因为古董伤在面前呢 我这边就牵着你古董伤好吧,来 怎么的,多一圈,然后待会捡你 这古董伤其实已经很难了 我等到最后那一刻 把人往,哎哎哎,不会挂 挂得上吗,挂得上吗,挂得上吗,挂得上吗 挂上了,挂上的话,这古董伤直接捡上以后一挂 很舒服,这套阵容其实比较脆的 这一波古董伤就算被救下来溜起来 我觉得约瑟夫都是一个很大的一面 因为这套阵容大家可以看到 他没有一个稳定的救人位 一旦是下一波镜像,这边穷者被打残 他们几乎很难再去把这个局势稳住 就是可能遇到约瑟夫就得倒 那约瑟夫这边带的是个传送 无论是个底牌,到时候可能会切闪 在需要的时候切个闪就可以了 他这个传送呢,更多的是前期可能来进行一波传送剪尸 或者传送控场的 看这波怎么救人吧 空气小手这边 你一刀没,大哥 不会是阳弓吧 应该是阳弓 但古董伤这边快要过半了 我给你看,哪一刀震慑 我的一个老天爷 那没了呀,那结束了呀 本来这边枯起小丑过来 我觉得应该是假装要救人 然后让这边的话 就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身位靠过来 那现在只能看枯起小丑了 一炮打晕 没能打到 没能打到 我觉得游戏就已经结束了 一炮打晕的话 这边救下来 可能古董伤还有操作的空间 但这个人 这个古董伤一定要救 下来 才有说法 这种局也没什么办法吧 我上来讲这种人比较脆的 然后没想到一个震慑直接就嘎崩了 确实这上来直接捡到一个人吧 对约瑟弓来讲还蛮舒服的 捡到一个人 然后他们这边可能相对救人能力比较强的 哭泣小丑的 又挨了一刀镜像 真的就两个相对来讲还能救救人的小丑跟那个古董伤 一个倒地 一个挨刀 这让人家怎么打 对吧 这种天风局 说实话还蛮少见 这边囚徒的话带一手电 好像是没找到 呃人的话这边要救 因为身位上面是被拉开了一波 这边的话是绕了一个位置过来救人 也不叫绕吧 是约瑟弓这边 两个人一起开火箭 然后再过去把那边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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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约瑟弓这边的话怎么说 没救下来 约瑟弓这边好像是对于雪仙的判断比较准确 呃刚不说就是不叫绕吧 就是约瑟弓判断的位置没有判断对 然后以至于这边就是 刚好从他的一个视野盲区走过去了 意也不大 意也不大 其实穷者在小丑 不能说那个就是有 画家倒地 画家吃震慑那一波呢 其实可能还有说法 就是说法在于古董伤能不能创造情绩 但是等到哭泣小者倒的时候 我觉得游戏就已经结束了 这里切闪吧 哎我就知道他想要切闪 但是这个收益不太过 第一时间闪的话有机会 第一时间闪的话有机会 副盘整局其实这个局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就是一个约瑟弓不可逆的一个四抓 在那个震慑以后基本上就是赢了 只不过穷者可能有一些 百分之十以内的一些小小剧本啊 奇迹剧本可以写一写 把那一刀带走 这边的话要不要交自己不交了 也算了吧 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